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十讲 在学习奔奖内容之前,我们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联机帮助 相关的命令,还有亲屏命令,还有历史记录命令的一个使用 那么当我们在使用Linux命令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熟悉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Map这个联机帮助来帮助我们学习 清屏在我们屏幕内容非常多的情况下,我看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可以清一下,对吧,然后历史记录可以执行我们历史执行过的命令 或者查看曾经执行过的一些命令 那么上一讲为止,我们把Share命令操作相关基础的一些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有了这些基础内容的一个铺垫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学习Linux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些常用的命令 我们将Linux操作系统命令按照作用分为了五类文件管理 主要用来管理文件的系统管理,进行系统的一些配置和管理 用户管理,对于用户进行一些配置和管理 磁盘对于磁盘空间进行一些管理 和一些网络设置的一些管理,按照这五个大类来进行介绍 而在我们Linux操作系统基础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重点是要介绍文件管理 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操作文件 而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磁盘管理,网络配置管理 我们只是做简单的介绍 就是对一些最最常用的一些命令 基础的一些命令进行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文件管理 我们第一个要讲解的 就是如何查看文件和目录 那么查看文件和目录呢 我们常用的命令呢 有这么一些PWD,CD,LS和File 那么PWD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也曾经用到过 我们说它是用来显示当前工作目录 当前工作目录 那么工作目录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工作目录是不是一定是用户主目录 并非不一定 当前目录不一定是用户主目录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无邦图的这个系统 我们登进去 然后呢我们进到这个命令窗口 我们来看一下PWD 它是用来打印当前工作目录 用CounterAutoF2 我们进到命令窗口 然后用WG用户 WG密码登录 好 我们看现在的当前目录是什么呢 PWD 现在当前目录它提示是我们用户 WG的用户主目录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我用我用CD命令 我们说CD命令是修改当前目录 比如说我修改到上级 改变到当前目录的副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我再打印我的当前工作目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它的副目录后 后是不是工作目录 不是也就是说当前工作目录与我们的用户主目录是不一定相同的 这个要注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CD这个命令 CD这个命令呢 它叫做作用的就是改变当前工作目录 它的语法就是CD后面跟上你要改变的那个目录 你要改变到什么目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到CD 比如说我现在要 改变到我的用户主目录 我可以用CD这个符号 这个波浪号它代表的在另一个系统里面它代表的就是什么 它代表的就是用户主目录啊 代表就是用户主目录 我们回车你看 它前面这个提示符的前面 大家可以看提示符的前面显示的就是当前工作目录 我的目录已经改变到了这个波浪号当前工作目录 这个时候我们用它PWD 我们可以看一下PWD 是不是我的主目录 后下面的用户名的这个目录啊 那如果我想将当前目录改变到根目录下面的MNT目录 那我就给出 对吧 给出这个命令 OK 它就到了这个目录 对吧 你看 好 CD播了 那如果我们想要回到根目录呢 我可以用点点点点代表负目录 当前目录的负目录 我当前目录是MNT 那当前副目录就是根目录 回到根目录 PWD 你看当前工作目录就是根目录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进到了主目录用户主目录 对吧 好 然后我用CD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什么都不加 我就是一个CD 你看它是不是进入到用户主目录 默认进入到用户主目录 如果我把它改成当前为后目录 我们再用CD看一下 它进入到哪 你看 CD不加任何的 这个参数 对吧 我不给波浪号 默认CD命令是进入到用户的主目录 对吧 也就是说 CD和CD 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进入到用户主目录 好 好 那如果我们我们用CD root 大家可以看 权限不够 对吧 我想进入到管理员用户的这个目录 那么权限不够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一段简单先用一下这个收度 收度 我想要 收度就是让我当前用户具备管理员的权限 我用CD root用户 用户 我加一个波浪号 加上用户名 对吧 波浪号跟用户名 它会怎么做 它会让我输密码 它说 这个命令还是 还是不能用 对吧 权限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现在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吧 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还有哪些用户是普通用户 这个文件 有一个用户是我们自己建的 是不是WJ啊 对吧 然后你看还有一个 root是跟用户 对吧 还有其他用户 比如说 PULSE 对吧 我们试一下 CD CD 波浪号 PULSE 给的这个 用户名 它是 这个用户的 这个不是普通用户 对吧 它不是在home下面的 那么简单说一下 我们后面讲了这个 再说吧 CD加上波浪号 加上这个用户名 它就是 可以 指定到什么 它可以跳转到指定这个用户的 主目录去 指定这个用户的主目录去 这个在BACIO和CCIO里面是支持的 在一普通最早的BCIO里面是不支持的 由于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passer文件记录了就是我们的用户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用户 普通用户里面 我们只有一个用户是 WG Home WG 然后还有一个Home 这个 这个是一个普通用户 我们试一下 USBMUX 我们试一下 USBMUX 也没有 还没建 这个用户还没建 目录没有 还没建立 那我们后面 讲了这个用户以后 我们再来看吧 我们现在 因为只有一个用户 WG 对吧 所以我们 现在只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好 CD 加上 用户名 对吧 用户名 就可以到这个指定的用户名 的用户的主目录去 OK 好了 这是CD mini 然后是Aries Aries 它是列出当前目录中的文件和纸目录 列出当前目录中的文件和纸目录 那么它有常见的有Aries 有Aries A就是显示所有的目录纸目录文件 包括隐藏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用户主目录 例如当前目录文件和纸目录 对吧 如果是Aries S-A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除了刚才这些蓝色和白色的 还出现了很多什么 出现了很多一点开头的这种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隐藏文件 那么-A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如果我们用Aries 杠大F呢 你看它显示了什么 杠大F后面 你看它会跟上一个皮儿皮儿 看到了吗 它在目录文件后面都跟上了一个皮儿 什么意思 它会列出文件目录名 并显示出文件类型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刚才这个里面 如果我用的是大F 那么目录后面它跟上了一个皮儿 这个皮儿 这个方向的皮儿就表示它是目录文件 而普通文件没有 普通文件没有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列出 从当前目录开始 所有的纸目录文件 并且一层一层的往上显示 那么你要-R 你看当刚才我显示的这个 只显示的第一层的目录 和文件 对吧 那如果我想显示 只目录下面的 那么就要这样-R 它就一层层的显示 每一层都会显示 每一层都会显示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面都没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目录下面有 对吧 所有的目录 我们的当前目录下面有 而这些目录下面 只目录下面 现在没有文件 对吧 那如果我们 想要查看 多一点 LS-R 我们查看什么 查看根目录 那就多了 你看根目录 根目录你看是挺多的 因为它文件太多了 对吧 而且它会滚平 因为文件很多 会滚平 如果你要想 一个一个显示 你可以分屏 我们后面也会讲分屏 太多了 我们Cover C终止掉 好 那如果你想要 以修改时间 作为时间倒序 来显示文件和怎么录 你可以用LS-T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LS-T 对吧 它就会以时间 为倒序 最后建立的 会最前面显示 对吧 你看这就是我们 最后建立的 相应的一些文件 好 好 它还有一个 以长格式列表的 以长格式列表 这个是我们也用的 非常多的 以长格式列表 显示文件和目录 详细信息 那么待会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 比如LS-L 你看它就会 把这里面所有的 文件和目录 列在这 然后呢 每一个文件和目录 显示出来的 它会以这种 长格式方式显示 这个长格式 分别代表什么呢 第一列 是区分文件类型的 D代表的 它是一个目录 蓝色也代表 它是目录 这是文件属性 和文件类型 在06系统 无邦图里面的 一个区分 然后如果是普通文件 前面就是一个杠 看到了吗 普通文件 白色 然后后面 这三位 三位 三位 一共九位 是用来定义 文件的权限的 R代表读 W代表写 X代表执行 前面三位 这个权限 是对于文件 拥有者而言 中间三位 是对于同族人而言 后面三位 对于其他人而言 而这个数字 它是指的 它的印链接数 这个文件 和目录的印链接数 印链接 我们后面会讲 然后后面 这两个 WGWG 什么意思 是这个文件 它所属的拥有者 用户 和它所属的主 那你可以看到 拥有者和主名 对吧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建立一个用户以后 无邦图下面 它会默认的 为这个用户 建立一个同名的主 对吧 而这个4096 8980 这些是指的 这个文件的大小 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这个是指的 这些文件的什么 最后一次的修改时间 如果没有修改过 就是它的创建时间 对吧 然后是它的文件名 目录名 这就是 长格式 它的一个 特点 那么为了看清楚 我们文件的 这个 类型呢 我们可以再 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 根目录下 我们来看一下 根目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ls-f 根目录来看一下 你看这也是有 目录和文件 对吧 你看如果它是一个 链接文件的话呢 你看它这是什么 它这是一个 at符号 at符号 这是一个 at符号 对吧 这你看一个at符号 就是我们那个 代表是链接文件 这种浅蓝色 你看这也有 这是目录 那如果我们进入到 ls-bin那边 就是有可执行文件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可执行文件 用的是什么 在乌邦图下面 可执行文件 你看用的绿色 的是可执行文件 它用的是星号 看到了没有 星号代表可执行文件 啊 and代表链接文件 对吧 啊 你看这些红色的 也是可执行文件 对不对 啊 星号是可执行文件 如果什么都没有 就是普通文件了啊 什么都没有 就是普通文件 就刚才我们看到 白色的 好 这是我们ls的一个使用 然后就是file file是用来查看 一个文件的文件类型 我们可以用file 后面跟上一个文件名 好 可以查看什么文件 可执行文件 脚本 数据 文件啊 等等显示文件类型 它这个命令 跟我们的ls-f 这个命令的功能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同样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file 当前目录下的mv 当前目录下没有 当前是根目录 对吧 我们应该是 并目录下面的mv 可执行文件 或者我们回到我们的用户 主目录 我们来试一下 用主目录下面有普通文件 对吧 有目录 我们来试一下 file ml.txt 它会显示它是ask 码的文本文件 对吧 那如果我们到了bin 下边 到了 到bin下边去一下 cd bin 然后如果我们file 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链接文件 this file 你看它会显示 它是一个链接 对吧 链接 simply link 对吧 链接文件 如果我们file read 它会显示它是一个什么 sale脚本 对吧 sale脚本 是一个文本文件 一个可执行的 exactable 可执行的 sale脚本 也就是我们的 可执行文件 这就是file的作用 file跟这个有点相似 它们的显示方式不一样 好了 那么我们本讲给大家介绍的 查看文件和目录的常用命令 就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讲了 有什么 显示刚才工作目录 改变当件工作目录 列出当件工作目录 文件和子目录 还可以 多层列出 对吧 还以不同方式来列出 还有查看文件类型 ls的这些命令的用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了 那么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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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